來接著來跟新體育消息 中央直播今晚兩地開打 台中洲際棒球場上演了失息對決 中場呢 統一8比2 打敗了一大 搶下本週第一勝 不錯 這一棒撈起來 打自己在左半邊方向 這球在界內心的一招安打 面對先發左投輸多贏少的統一 這場比賽要贏 打線可得準時上班 高火星的長打 讓統一攻佔二三壘 下一棒張太山的二壘方向滾一球 幫統一打破鴨蛋 先持得點 近況很好的郭俊佑 打出反方向的平背安打 失隊一局上就連得兩分 三壘上的跑者回到本壘得分 而且來到二局 失隊也不手軟 趁著對方先發投手林英傑控球不穩 保送連連的機會 攻下一個三分大局 這個保送付出了代價的統一師隊 擊回了三壘上的劉育成這一分 五分落後的一大 二局下發動反攻 兩人出局後 林坤生和陳凱倫分別敲出二壘安打 幫助一大打破鴨蛋 追回兩分 再接累 再接累 三壘上跑者回到本壘得分 二壘上跑者亂過三壘中 也回到本壘得分 積分板上統一五比二的領先 一直到八局上才有變化 周廣勝左外野方向的二壘安打 打回失隊的第六分 最後統一就在後援投手接力守城之下 以八比二打敗一大 搶下本週第一勝 UDNTV綜合報導